我們會看到一個石頭 我們會看到一個頂部 然後它的形狀是有一個扇形 一般形狀會切一個四角形 比較少會做一個扇形 然後你可以看這個門 它的顏色是那個 很多彩色的木頭 你知道它以前的那個 功能是放在哪裡 你要配合一下 你知道它以前 木頭放在哪裡 傳道 跟昨天講一樣 後鎬 它其實是廟的那個木頭 所以它才會七層五顏六色 然後因為小廟要變大廟 它以前的那個小屋子木屋就會拆掉 它就是我們就撿來這邊 當我們玄關的門 然後這個是一個衣櫥的抽屜 台語叫燙手 這塊門板 然後它就是可以買 甚至這裡有一個小愛心 這是以前就是會藏私房錢 藏私房錢 就是差距去找 衣櫥可以拆 啊啊啊 有 OK 好我等一下講會口 好 其實這邊是我們那個 就是謝小五 他媽媽的嫁妝 以前後面他整片都是外婆家 我可以不提拔